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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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特别感动的是弗兰克老师为这个课程的投入 因为大家可能上过这个课的人都会知道 在整个这个课程的过程中 这个课件的制作还有这个课程的讲解 弗兰克老师真的是投入非常多 我想如果换成其他的人 哪怕换成我或者换成其他的人 可能都无法投入这么多 所以其实我是挺感谢弗兰克老师的清能销售 而且是这个不管是答疑还是解决问题 都是给我们了特别大的帮助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这个Excel的技能也非常必须 因为以前大家都说是可以上班的再提高 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简历投地之后 就会有一个Excel水平的测试 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呢 就是实际上如果水平不太高的话 可能就会被这个测试出来 而且他会跟着职位有这种初级的测试 中级的测试还有高级的测试 所以呢想得到一份好的工作 在这个初级的测试的过程中 就要通过我觉得非常必要 以前呢这个每次参加测试都是心理打鼓 但是现在因为学习了这个课程 所以每次投地简历之后 只要需要我测试Excel 我都很有信心 只要学习有的时候复习一下 有的时候如果是高阶的测试的话 我就稍微再复习一下 我大概感觉就是一到四节课 基本上就完全都可以应付得掉了 现在的工作呢 对于最高水平的那部分 在工作中我还没有机会太多的用到 但是我觉得随着我的努力吧 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能用到 我也相信每一个人在学习这个过程中 都会有新的收获 而且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走得更顺利 而且呢我觉得Frank老师在工作中的 这个他的水平 以及在讲课中他会讲解工作中的很多 很多他自己的心得和工作的哲学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体会到职场 到底应该是如何应对 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工作内容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 所以呢真的是感谢Frank老师 我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听过了我的分享 也能加入到我们Excel学习的队伍中 再次感谢Frank老师 感谢Martin的校长 谢谢大家